在三国时期 魏国灭掉蜀国 主要靠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钟慧 一个是邓爱 结果这两个人均下场凄惨 邓爱被冤杀 钟慧因谋反被斩 按说对于谋反罪 内惩罚是很严厉的 钟慧的家人应该被灭九族 但奇怪的是 钟慧虽然被杀 但他清歌终于一家 却全都保存下来 并且依然当官 这是为什么呢 钟慧钟慧哥俩 是魏国太父 钟慧之子都非常聪明 加上家教良好 都有奶父一封 不过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这哥俩的脾气秉性 还真是不一样 总起来说 老大钟慧比较忠厚实在 讲规矩 老二钟慧却比较积灵活犯 总不按套路出牌 有一次小哥俩 趁父亲午睡时偷要酒喝 钟慧刚巧醒来 故意装睡 暗中观察 他们怎样行事 钟慧拿起酒杯 先行了个礼 然后才喝 老二钟慧则拿起酒就喝 并不行礼 随后钟慧问钟慧 为什么要行礼 钟慧回答说 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 不敢不行礼 父亲又问 钟慧为什么不行礼 钟慧说 这酒是偷的 本来就没礼 所以也用不着行礼 十三岁时 魏文帝曹丕听说 这两个孩子很聪慧 就让钟慧带两个孩子 入宫进街 第一次见皇上 钟慧脸上频频冒汗 魏文帝问他 你为什么出汗呢 钟慧老实的回答 我是恐惧 慌张的发抖 所以汗水流出像浆一样 再转回头看钟慧 却发现钟慧脸上 一点也没汗 魏文帝于是问钟慧 你脸上 为什么不出汗 钟慧回答 我也恐惧 害怕的发抖 吓得 连汗都不敢出了 这钟慧真是反应快 按照他的性格 长大后 连造反都干 估计是不怕见皇上的 但皇帝问起来 他竟然说的天衣无缝 真是机灵 长大后 两兄弟性格越差越远 钟慧算是个老实人 官生的不快 办事 觐见都比较靠谱 皇帝大兴土木 钟慧进行劝谏 大将军曹爽 在炎热的夏天 兴兵伐蜀 蜀兵一显巨首 曹军无法前进 钟慧又上书 进行劝谏 结果后来曹爽果然无功而返 因终于让他不高兴被贬到地方当官 直到曹爽被司马家干掉 他才回到中央 他的官生的确实不快 有一次司马懿让周太担任新城太守 舍燕为他庆贺 钟慧对周太开玩笑说 你连生数级 统领一辅 如燕宇说的 切儿乘小车 怎么官儿 生得这么快呢 周太则回答说 你是明家贵公子 年纪轻轻 就文采斐然 明满天下 可到现在 也还是小官一个 郑燕宇说的 弥猴其土牛 为何生迁这样慢呢 宾客无不服长称妙 弟弟忠惠 就不同了 他是司马家的智囊 识人都将他比作 西汉谋士张良 表面上他从不鞠躬自傲 实际上是司马昭的心腹 朝廷大小事 官吏任免权 钟慧无不插手 钟慧的心眼也不大 竹林七贤之一的 姬康等人被杀 就出于钟慧的谋划 钟慧作为钟慧的亲哥哥 对自己的弟弟 知根知底 他知道钟慧 从小就有野心 早晚会惹下大祸 为了保住自家的性命 钟慧曾私下告诫司马昭说 我弟弟才治过人 但好玩弄全数 野心不小 不可不提防 司马昭还不信 听后哈哈大笑说 若将来过如此 那我只致钟慧之罪 绝不累积钟慧一门 果不其然 264年 钟慧果然在灭掉蜀国后谋反 结果被杀 按照当时的律例 钟慧当诸三族 但是因为钟慧 曾经劝谏过司马昭 司马昭也有诺言 因此司马昭 对钟家网开一面 当时钟慧已病亡 但钟慧的儿子 钟郡 钟禅都被特赦 而且关绝如故 这一切都是忠欲的功劳 老是人 有老是福 实在也有实在的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勇"!